譬如說我現在問你 你這個分間隔是做什麼用的 你告訴我 我幫你講 還有你那一百萬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我幫你講 還有你為什麼買這個房子 現在要賣四千萬 你的想法是什麼 獲利了結是不是 你有沒有內線交易 你告訴我 我幫你講 所以這個人還禁止人家批評你 叫做習近平 有夠離譜咧 妹妹 這就是徐曉星 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非常本質 非常惡劣的一個立法委員 他為了自己的事情 他可以背叛傷害國家利益 被發現之後還硬拗 人家說那你如果有捷克報導 你就拿捷克報導直接來講 然後他的講法是說 我就是要凸顯外交部的不合理 硬拗 OK 然後呢 你自己都跟事情非常好笑 他說對不起 講話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引用他的原文 他說精華神去 SES 意思是死一死 關我屁事 好啊 那為什麼之前的都跟說明會 你說不是你 是你助理去 這時候助理就推出來了 等一下他的助理去 那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助理有沒有經過你授權 假如沒有 你的助理沒有經過你授權去簽你的名字 下面還寫代理 那就偉少文書 對不對 對 你怎麼可以簽徐曉勳的名字 所以你的助理如果沒有經過徐曉勳授權 沒有經過徐曉勳授權 那徐曉勳說你不知道的話 那你的助理就是偉少文書喔 那如果徐曉勳你有授權 他是你的辦公室服務處的主任 按照民法規定 他是你的代理人 代理人所為是任何行為 其法律效法律效果基於本人 對 就是你本人的行為 這兩個你選一個 對不對 對啊 沒有錯啊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要不要問清楚徐曉勳 然後我只要問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說那個精華層是關你屁事的話 你叫你助理去問屁啊 你不都不關心嗎 莫名其妙到極點 不是嗎 這不是徐曉勳的邏輯嗎 那你現在被發現之後 你又不准人家批評 批評以後 你就是還徐曉姐 為什麼找NCC 因為NCC到時候要發文 有人檢舉了 來電視來 電視節目來 你們寫一個報告書 這是一種軟性思議 然後再用立委的職權去監督NCC嗎 對 是啊 所以立委不可以批評嗎 我們是選民耶 我們為什麼不能批評 你 我告訴你喔 你 你不要說批評啦 連外交部受不了去提告 朱立倫講那個什麼話 哎呀 你為了這個朝野和諧 你不應該 為了朝野和諧 立委就可以犯罪喔 以朱立倫的邏輯不就是這樣嗎 你立委可以壞事 什麼叫方式 要什麼方式 我告訴你 主席意思應該是說方式 可以再合法一點 我可以告訴你 這種事情 我絕對 因為五二零還沒上陣嘛 我告訴你 對啊 我們大家 我們外交部 五二零說 大家可以好好討論 我們外交部 干涉他國內陣 我告訴你 國之大事 沒有人情流一線這種事情 他不是關起門來小小小鬥小鬧 他是多麼嚴重傷害臺灣的國家利益 做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必須對國家盡忠 可是你為了自己的利益 你可以踩踏國家利益 你可以玩弄所有的人 你甚至可以這樣子怎麼簽名幹嘛的 然後這樣子在立委任內這樣 胡作非為 你自己完全在傷害言論自由 然後躲在立委 那尤其是後面一個挺他的黨主席 莫名其妙到極點 朱立倫今天你自己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如果今天國民黨執政你能夠容許嗎 我就是覺得國外交部做得好 你如果不去提告的話 以後大家有樣學樣 每個人都是馬文君 每個人都是徐曉星 臺灣的門號走出去嗎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國家的機密文件 是不可以這樣搞的 縱然你是立法委員 就像說我們的刑法規定的一些犯罪行為 你縱然是立法委員 你也不可以做 立法委員就可以去做一些違法的事情嗎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尤其汪南東講說 欸 習近平 他到處檢舉 只要批評他他就到處檢舉 然後去造成人家的困擾 對 這小狗 奇怪 會問一下 這人才會這樣 其實我當然覺得說 可能大家當然最近對於整個 曉星的一個批評跟指教 都很多啦 但大家會覺得說 是他用這一個外交部的這個機密的文件 的這個事情來轉移 他們自己本身的交易 但我還是必須回來講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方式是 真的是很許巧信 因為他 他就一向就是這種 只有自己沒有客人 他的名言是 生死看淡不服就幹 你剛剛講那句話蠻有意思的 這樣子叫做很許巧信 許巧信可以變形容詞 沒有 他就是他的風格 就一直是這樣子嘛 他還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說真的因為就剛剛 剛剛在講說這個黨主席 你記得那時候那個 他也不一定甩我們朱立倫黨主席 之前也是這樣子 他的風格就是他 他認為他該講的 他想講的 他就會去講 神來殺神 佛來殺佛 對他的邏輯思維 一路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變成徐進平 為什麼要徐小姐這樣 我會認為他 為什麼 但我覺得可以包容不同的聲音 但你說他是有 他覺得說是你這樣的一個言論 或是批評 讓他覺得說 他不包容其他聲音 他習近平 他發文去那邊 叫NCC禁止人家批評他怎麼樣 他要假裝他是一個女鬥士 他因為這個樣子 比如說外交部 這樣告他是為了國家利益 可是因為深男人會覺得 哇 你真的是很勇 我們就更加加倍疼惜你 不過 另外發明他是個懦夫 來來來來 我要問一下說 韋傑 你也選舉過啦 選完了才幾個月而已 他馬上趕快在那邊塞文宣 這算紀稿 所以表示他心虛 他怕了喔 永哥跟你講這個確實 我是覺得這有兩個層面的解讀啦 第一個我覺得 他因為他從市議員上來當立法委 而且說真的他也經過非常殘酷的初選 才經過這樣的一個 才選上立法委 殘酷的初選是費用太獎 不管怎樣 至少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 他為了讓選民知道說 你們投給我徐曉星 是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他因為其實像我們第一屆 我像我第一屆當選議員的時候 我也是啊 我第一百天我就告訴大家 我這一百天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只是說他用了塞文宣 這個事情大家會覺得說 不是 你選記啊 你塞什麼文宣 當然這這第一個解讀 我們只能說 或許他很有心想讓你們知道說 他這一上任你來做哪些事情 當然永哥也覺得說 或是 為什麼怕人家批評 我想批評也不會 大家都不會怕批評 只是說批評 我們自己指數廣播都收到 徐曉星 徐曉星 徐小姐 給NSC的公文 我那一天 他檢舉我的那一天 是4月22號 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 我跟剛好 我節目找誰來的 就是尚義夫 我們剛好我們兩個在講尚義夫 我們兩個在講尚義夫 我們跟尚義夫兩個在講什麼 就像2015年 第一次看到徐曉星 在友台的節目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看了徐曉星那個時候 從青年團嘛 然後當那個發言人嘛 本來是 本來是珠珠姐的嘛 然後換成朱立倫的嘛 然後朱立倫的嘛 那時候的副總統叫什麼 那個王如璇 王如璇 就就他上來幫王如璇 辯護那個君宅案 就一路看了徐曉星 在正論上 正論結論上 這樣子 這樣子發跡上來嘛 我們什麼時候看過他穿名牌 在同臺的時候 你看不到嘛 短短六年變成這個樣子 我記得那天我跟尚義夫 我們在講這個 就講到他的名牌包包啦 名牌鞋子啦 買名牌我最喜歡好不好 我比較喜歡 我還要帶文武去買那個 還要帶文武念 所以那些牌子 我還算某一個程度的熟悉 你比我比較厲害 徐曉星就檢舉你了 對啊 所以我沒有跟他查證 你的名牌掛在手上 穿在衣服身體上 還有什麼好查證的 因為他買的有些牌子 我們也去買過 他是製造電視台困擾 以後就不要再討論他 他就是故意去剛剛問人家啦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也不敢用這個名字 徐曉星 徐曉星 大概就四月那個時候啦 那個時候還沒有捷克這個事情 而且他之前還說 還要告網友啊 沒有捷克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說 他穿的名牌 穿在身上 他戴著勞力士戴在身上 他敢講說 人家沒有向他 什麼求證不求證 現在唯一 可能會講錯的 就是LV那件衣服 余美人那件 那件二手衣 那人家又講啊 余美人出來替他講話 大家也都把人家講出來 這樣子還沒有平衡嗎 所以沒說LV 但是他有其他的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習近平啊 奇怪 怎麼習近平跟習近平這麼像 還有一個很倒楣叫黃靖平 黃靖平一定說我有告訴你 怎麼會那麼 還要幫徐曉星講話辯護 我們來看這個習近平 我覺得 徐曉星我覺得他最近很忙 因為一方面忙著洩密 一方面還要監看那麼多的節目 看到底誰有在討論他 而且不是只有電視 現在輪廣播 然後還有包含網路PPT上面 全部他都要監看 又要告網友 又要告這些 譬如說政論的這些主持人等等的 都是他監看的範圍 那就是顯示他是習近平的實質 就是這樣嘛